关于读化妆的课程 最多人问我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问我 不用买很多东西的呢? 其实做化妆师的确是需要 很多不同的工具和产品 但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特色 就是因为我自己 就得到差不多全香港 所有的名牌的化妆品公司的赞助 我所有这些产品 是放在学校 给学生任用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读书 就不需要买任何东西的 因为全部的产品都放在 但是最重要是自己 买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例如一些面花、睫毛鉗 这些基本的工具 其实都很少钱的 当然如果你读完这个课程 你出去做事就要开始添置一些工具 但是我们其实这里所有工具都齐了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在这里读书 就不用担心 好像有一些学校可能是二万元的 但是你还要再买二万元的东西 那么我们一定不会有这个情况 也有很多同学问 其实我是不是真的会读书的时候 都有机会出去做事呢 这个是绝对有 因为我们学校是有很多很多 fashion show 或者甚至一些广告的工作做的 那这些呢 譬如 fashion show 那我们要带很多助手出去的 那有时甚至不是助手 譬如你读到中班呢 已经有一些job 我会给你自己去化妆 那其实所以读的过程里面 你已经会有很多机会 接触外面的工作了 那其实我们刚刚最近都有一个job 是姓安南的月饼show 那其实请了郭富城做嘉宾的 那这一个show呢 都是我们的学生 只不过目到中班而已 他们已经可以出去呢 帮这个show化妆 那所以很多学生都觉得很爱心 那如果你想看一下我们学生的工作 那作品呢 就是很清楚我们会全部 每一天学生出去做job的相片 那我们会放上我们的website 那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这里呢就贴了我们学生的作品 那先看我的作品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其实呢 最多人谈论就是我刚刚做了 这个随子期的婚礼 那这个也都破了 香港化妆师的最贵的化妆费的记录 那就是28万 做了5天这个job 那我们这个job呢 其实还有些portfolio的学生跟着去做 那这些学生觉得真的很难得 就是其他学校 没有可能会读书 有一个这么难得的工作可以去做 我们有三个学生就去了食零做这个job 那这边都是其他呢 学生做的工作 那这一个呢 这一个就是周大福的一个珠宝的show 那其实我们学生很多时候出去都会 和一些名模化妆 那譬如这个job呢 那我们学生就化了 红代林 Amanda X等等 很多的名模 那洛基尔都经常都和我们的学生合作 那我们也有个学生呢 是刚刚被TVB请了我们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我们的学生的出路都是很广 无论是做 freelance 或者是喜欢在打机 TVB这样打工 其实都有的 我给你们讲是个師 squad 不说我什么都不えて 这个人哪知道 还挺 classe 时代刺? 对 人家 있죠 卷 人家